下面我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 现在我们来到了小柱段 这里有三个睡眠区 一个卫生区 这是动腰的睡眠区 这是卫生区 小柱段的镜头停靠的是我们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和天舟二号护营飞船 这是动三的睡眠区 哈哈这个呢就是我的睡眠区了 我用家人的照片和喜欢的小物品装扮了一下 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和家里人通通电话 这是我们望向太空和地球的悬窗 现在是阴影区 外面有点黑 湿重环境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分布和地面不同 下肢的血液会上涌 所以我们的面部看起来会胖胖的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但为了保持健康 我们会采用很多方法来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其中载轨锻炼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锻炼设备之一 太空跑步机也叫太空跑台 为了能够在失重环境下使用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速度装置来固定机器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要把两个袋子扣好 可是为了减少跑步对仓体的冲击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缓震系统 平时我们会根据专家给我们设计的个性化方案来锻炼 这个个性化方案还有个别名 叫运动处方 它就像药品处方一样 保护着我们的健康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太空厨房的区域 这是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地方 两边有很多太空橱柜 这是热风加热装置 这是微波加热装置 是用来给食品加热的 这边有饮水分配器和食品冷藏箱 这个冷藏箱其实就是一个小工箱 我们可以看一下工箱里有什么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 对 是苹果 虽然它的空间不大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它 我们再鬼才能吃到新鲜的苹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七八igne 我就请不吝点赞 转发 当你忙碍